花林县原住民妇女会和打鼓不忘文化发展协会主办的 你我吸手爱的传递 关怀弱小造福偏乡 20号晚间在芙蓉饭店举行成果展 把艺术家徐瑞芬老师的词汇作品和学员成果来进行意卖 所有的意卖所得也要作为关怀独居长者及老弱妇女的基金 嘉义大学驻村艺术家徐瑞芬老师 在叶琳也老师的感召之下 希望将独特的词汇技术带来花莲授课于原住民妇女会 让更多事业中的妇女能够习得一技之长 打开自己的经济能力 一连两天在芙蓉饭店举办相关的课程 在今年我来到花莲 差不多中秋节的前夕 我发觉有一群妇女 就是我们原住民妇女会 她在一个烘焙工作坊里面做了很多的月饼 大概有两千多个 那我以为说他们所做的这些月饼是要自己家里食用 结果他们跟我回答我说 不是 他们就是有人监住 然后做的这些月饼要送到偏乡去给那些独居老人跟贫困的家庭 然后这件事情让我很感动 说我们要怎么样来发挥一点点力量来援助这些偏乡地区的弱势家庭 那因为就是疫情的关系 我了解说很多服务业都是原住民 一些年轻人他们在服务 那因为疫情服务业几乎都是关门 那他们失去收入的时候家庭当然没有办法援助 所以我就构想说 如果我能来召集我周边的所有工商企业 然后在寒冬之前 尽一点力量来援助他们 那又如何让原住民的妇女们学到一技之长 借力实力 徐月芬老师也表示 20年前在纽西兰开始学习词绘技艺 潜心投入词绘艺术创作 获得国际词绘艺术界的高度推崇 绘画题材以花卉、鲜果为主 并且以彩金描绘 充分展露出词与绘结合的极致风华 蔡老师就是 她跟我说了一段故事 诶?送爱到偏乡 哇!她深深地感动了我 所以我就一句话 我就答应下来 我说好你怎么说 我怎么做 我怎么挺你 对那她就说 诶?你是不是可以来这边上课 那我说好没问题 我来乔石街 那其实我的行程 每一次都是很满档的 那为了好友 还有因为就是送爱到偏乡 那这个是应该说 我蛮喜欢去做的事情 所以呢我就到这边来 那我到这边来呢 我要想 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做 我要怎么样去协助他们 20号的晚间 原住民妇女会举行成果展 许多的赞助者 远从外县市来到花莲 就是希望以实际的行动来支持 借力死地 让爱延续 让原乡部落的独居长者 与弱势妇女 一起度过艰困的日子 记者凌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